这个项目不是要影响谁的观点 而是让大家像我一样 从中受到鼓舞 去更深地探索危机 我是在学校时产生这个想法的 当时我正在讨论 难民危机这个主题 我就想围绕难民危机 来做一个大的项目 在我的请求下 希腊的莱斯沃斯 寄来了真正的难民用过的救生衣 那里是很多难民登陆的地方 这让我热血沸腾 救生衣带来了环保问题 住房是一个人权问题 两个问题结合起来 形成了这个项目的主题 开始大家想在上面画画 把它们做成别的东西 可是当我收到这些救生衣之后 我决定用它们来做血污 这样感觉更强大 因为当我触摸它们的时候 我意识到每一件救生衣代表了一个生命 还散发出海水的味道 所以感染力比我原来想象的更加强大 我知道我做的血污和真正的血污区别很大 真正的血污通常是在世界北端 在气候寒冷的地方 它们是由周围的唯一材料冰做成的 我们的项目当中 这些血污也是由周围唯一材料做成的 我们的想法是 用非常复杂和有争议的难民危机中 两件客观物品来制作客观有力的作品 让大家没有意义 我们的目的是产生动力 而不是左右别人的观点 对我来说画画就像是一种 音乐 不管是颜色还是白色画布还是画板 我只对自己说 让我在画布上用颜料起舞 我毕业于巴格达大学艺术系 我有很多朋友和家人住在那里 我画画的时候就会想起祖国 在我的国家 我们没有很多颜料 只有灰色和棕色 我离开祖国是因为战争 因为战争 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 我逃亡到叙利亚 在叙利亚一段时间以后 2009年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了美国 我的工作是修理工 我修理很多东西 比如电器或者公寓门窗 业余时间 只要有空间和时间 我就画画 因为我热爱画画 现在的新闻里不停地讨论难民问题 我们应该让多少人入境 他们能做什么贡献 我想这个展览显示 世界难民中的有很多人 拥有各种各样的才华 也许这是我们在新闻里听不到的 这匹马就像难民 有的人来自欧洲 有的人来自非洲 有的人来自中东 他们来到这里 在这里一起工作 一起居住 我们必须向大家发出信息 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 可是我们应该相互帮助 美国给了难民很多东西 我在我的国家很有名 我希望也能在这个国家成名 我希望有一个画廊对我说 来吧 我给你赞助 或者我们一起合作 开画展 或者为画廊工作 我在这里很难找到画廊的工作 我希望创作一幅美丽的画 奉献给这个国家 让大家来欣赏我的艺术 去享受我的艺术